我不讲了以前的议员 没有华人议员 但是帮不到他们的忙 但是我接下来也我知道怎么做 因为万景师只有五个议员 代表在优克区政府 而且已经有两个议员是反对的 我们市长跟另外一个议员 所以接下来只有三个议员 你还是要发票 叫别的城市才能够拉到11票 能够通过 经过我才能够 你看现在364天可以开门 除了圣诞节 因为就是我的功劳 经过跟其他的市联络 哪下了 虽然我的市长反对都没用 因为我做了我的功课 所以今天优克区是唯一的区 可以364天 可以朝市可以开门 所以下一科技我不用问了 我本来想问一下 解决一下科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刚才把这个问题已经完满的回答 好了 到立志文山市了 其实议员说的很多大家真的有关心的事情 我不再说数字 但是他说的重要一点 其实就是大人多喜也好 关起立志文山去拿着好 你要明白这些人的经济的记录 地方政府 跟来自其他地方不一样 他刚才说 我们的市长只有一票 一票 要是我们议员不支持他 老实说 市长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永远都说 我的老板是选我出来的老爸姓 所以呢 希望大家注意一点点 尤其是你语言 现在还是要看去的经济委员委员吗 我是立志文山经济委员委员主席 你不要少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态度 你可以笑 他刚才也说了 实际 你不找我是你的选事 真的 因为呢 我在这方面 所以我就一票 但是我是经济委员的主席 我为我们立志文山的经济发展 那个 技术就业 这方面推动 这个 就不一定 因为我们有个委员委 不是按是我一个语言 委员委员 要是通过 下面已经有好几个语言 所以刚才 他说 那个非常重要 另外呢 刚才说了 上一几年 其实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找机位 就是 跟我刚才说了 不同 不单是史经浮 还有其他 我说的 是Border Trey 其实 总相位 还有其他相位 可以发挥整个作用 就是 多配合 还有 我们将军女士 对不起 我提起你 他 住在我们立志文山 住在我代表的区 他 比方说 他就住了一个 那个 那个 CTIA 对不对 但是 主要就是 当然 我们 可能 大家文化上 是同一样 但是 有时候 要走去 我们英文说的 Comfort zone 你习惯的 圈子 因为 你只是 跟 永远 同个语言 住上面 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 但是 你希望 走出去的时候 你就要多交流一下 这样你的进展 可能 有些不是 从中国来 华语不是 他第一语言 可能他觉得 你的 推出的东西 对他们 很有用 所以 不要 忘记 有几个机位 要打出去 这些方面 我建议大家 充分利用 你的地方 那个语言也好 金木发展 为 那个 卫也好 还有 其他的 不同 就业的三位 跟他们 打多点的关系 还有 刚才 我们许诗下 提到 其实 我知道 我们陈炳丁 也是 我的同行 大家 我们的律师 我其实 我到律师的时候 就是一组商务的 所以 刚才 台读 比方说 在中国 还是其他地方 你要自己的本牌 你的商标 要很注意 不要 担心 要用钱 你应该找 本地的律师 给你看看 你的商标 在加拿大 可不可以 申请 这个登记 保障 你在国外 已经 有整个本牌 的杂技 杂技 不严 人家 第一个 拿来的杂技 你又不及钱了 退一步来讲 我讲整个 我就交给我们主题了 现在 去了中国 北京 打篮球 那个 任徐豪 听过吗 听过 他 2011年 刚刚出名的时候 人家说 哦 Jimmy 我又是 拿他的 那个商标 登记了 就 多么好 我听说 好像就是西川的 那个好像 听说是代码 用七八块 人民币 我听说 登记了在中国 Jimmy Lin的 名字 所以他 Jimmy Lin的代理员 去了中国的时候 太迟了 中国已经有人 登记了Jimmy Lin 你要是 真正经济 Jimmy Lin 从NBA 那个时候 去中国 你要跟 那个西川 的大妈 为什么瞧不起 大妈呢 我没有 我整个不是没有 看不起 只在这 开飞上 看得起 还有眼光 就是啊 大妈就是厉害 有些新春的大妈 一定不要 可以小看 我刚才 说几个例子 其实就是说 你要 你要熟悉 你要熟悉 当地的环境 你要在 中国经商 你看美国 NBA 华月明星 你垃圾就在中国 注册 商标 那么商标权在这里呢 不是Jimmy Lin 反正来讲 你从中国 还是其他地方来 去做生意 你在中国 领牌打出去 叫什么呢 你在加拿大 找陈律师 找 不一定 找律师 不是不找你 我意思 公平一点 找律师 看看 你的商标方面 可不可以在加拿大登记 刚才提过了 只要保证 也就要这个发展 好了 我说了几个多 要看到 我们的博士 唐博士也来了 对对对 我们马上邀请 坎哥博士上台 我们本来在这一个 panel discussion就有 您在台上呢 要给大家分享 下面一个问题 我紧接着就要问您了 请到这边坐 看得起 爸妈 来 哇 多好啊 这里真的是有一个问题 要问您的 这个问的是 如何看待本周一举行的 这个联邦大选和结果 以及自由党承诺的政策中 哪些将会对加拿大人 带来最大的影响 好不好 大家掌声鼓励 关键问题 必须聆听 这个我现在是前议员了 不在政治圈里面 咸云也鹤 按理说 也不该发表这些评论 但是呢 不做也不做得好 相对来说 说话更随便也行 所以呢 当然首先 借这个机会 就是 不用去祝贺第一届 你们祝贺了没有 第三届 那我也说 下边就借这个机会 也祝贺我们 四川总监会 第三届理事会的就职 我知道我跟那个 恰尔斯跟胡怡萍 跟他们 这是多少人的朋友 很高兴这些 还有熊总 我刚才看到的 还有廖华学生 我很高兴看到 还有那边霍总 刘喜 很高兴这些朋友 在这里代表 带着四川的同乡们 在这里做了很多的成绩 很多成绩是做到了实处的 所以我很高兴 也相信他们将来 一定能继续代表 在四川老乡 在加拿大土地上 能够深圳开发结果 多重成长 祝贺他们的顺利当行 另外呢 讲讲这个大学 这次呢 因为大家知道 最近两三个月吧 我这个也算是 经历了一些跌宕起伏 站在边上看一看 就说呢 可能呢 讲话可能正义一点 大家不要太当真 也不要录音什么东西 我被这个录音现在搞怕了 大家注意到 我不知道在座的几位议员呢 还有许总呢 是不是已经讲过 或者商务会长 大家注意到这个少数政府 这个比较符合加拿大的一个国情 一般来说 一个多数政府 在第二届 往往是 变了一个少数政府 这中间有很多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呢 其实老百姓 就这样的期望直动 现在的这个期望 我不讲长了 这个现在150多席 150多席呢 这个170席呢 其实相差十几席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的话呢 是因为很贴近的多数政府 只要跟某一个相应的政府 政党进行联合的话 哪怕是case by case的话 很多议题 可以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过关 不当之冲呢 就是你必须要跟一个党联合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四年下来 自由党政策 它的政策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中偏左一点点 所以呢 带来了一个一个议题 就是有些政治 有些做法呢 也许对于我们华人 尤其对华人社区来说 因为我们在传统上的文化是偏保守一点 所以看起来 这个肤子比较大一点 那么一个中偏左的这个路线呢 到一个少数政府来说呢 意味着什么 是意味着继续中偏左 还是更加稳健 这个东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大的因素呢 我认为是涉及到其他这个联合 所谓联合的政党 或者跟你形成同盟的一个政党 它采取的政治路线 那么现在比根NDP来说 它是个很偏左的政党 那么这个呢 是不是在魔术程度上 把这个中偏左 进一个向左方面 跟拉一个呢 这个是值得大家去观察的 另外还有一个潜在的 就是这个魁北克的这个 不叫科学人党 就是魁北克的地区政党 那么他们的定位呢 相对来说偏左一点点的情况下呢 他更加注重魁北克的利益 和他是不是将有其他的政治诉求 这个呢 给自由党的这个政纲 或者在他们的财务预算 提供了增加了一些变数 也增加了施政的一些难度 所以呢 在一个少数政府 很多人都知道 少数政府也可能两年就开始竞选 这个两年过程中 给自由党政府带来什么东西 我估计大家要再看一看 尽管我是不做自由党议员 但是还是有句话 还是不是特别方便 说得太透彻 这是讲这个事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我们带来什么东西 好处呢 自由党现在执政的话呢 托勒多呢 是一个强调全球化的一个领导 尽管这个家政关系 或者是更大程度上 受到美国的一些制约 因为毕竟加拿大的外贸是 贸易是75到80是依靠单一国家 唯一一个美国 外贸的话 特别有一个特定的产品 我相当于基金90%到95% 在美国 所以呢不可避免受到美国政策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的影响 我也注意到现在美国跟中国呢 签订这个 达到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 听说已经有个比较阳和的开展和预期 但这个第一阶段意味着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细节没有出来 是烟雾弹还是展示的 还是大家确实就直接想往下走 这个可能和加拿大接下来的几个月 或者一年的这个贸易 跟中国的贸易定位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在座的都是企业家 传统企业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传统的制造业啊 材料啊 建筑 或者 HAVE 都 不应该受到任何影响 更加注重的可能是高科技的影响 因为 从联邦层面来说 经济服从于政治 所以政治往往是说得算的 这个东西要看 但是我知道在座的大部分企业家 都是做实体、实业的 有一个小部分是做金融的 我个人认为不会受到的态度预先 所以我还是持一个比较谨慎乐观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内 如果是有两年就进行逃选的话 谢谢大家 讲得非常好 而且今天两段的论坛里面的话题 都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 谢谢相关 希望在今天的干货的论坛的探讨当中 我们获益良多 谢谢四位嘉宾 你用空气不就你自己了 我是我刚刚谭博续讲到 其实